嗯 皮蛋就是永远的神啊 你瞧呢 嗯 你知道皮蛋在外国人眼中到底有多恐怖吗 皮蛋又叫松花蛋 最早出现在明朝主语先访杂布遗书中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叫它混沌子 至于皮蛋的来历嘛 那是五花八门 但其实就是把这一颗黑乎乎的活满全身 哎 啊 我不干净了 小季风好约是十天半个月 从此我不单是皮蛋 我还可以是雷脚皮蛋 两半皮蛋 姜姿皮蛋 皮蛋射中和的 其实在外国人看来 皮蛋等于生化武器 魔鬼的蛋 为此还闹过两次乌龙 里面的人听着 教住武器听之翻看 嗯 这是什么 兔个哦 皮蛋生化蛋知道吗 这不适合人类使用 我逮着了 如果我有罪 2018年没开二度 也第一家最恶心食物博物馆 在瑞典开幕 没错 又是我 最让外国人文风丧胆的 中国美食皮蛋剧 代表中国队出场了 你算老姐 我毛鸡蛋第一个不服务 呃呃呃 非出场你们都得几天 都是弟弟 费恩说我喜提是罪恶第一 只有我一个人流口水吗 呃 呃 贝尼 如果我为你准备全体最恶心的事物 你几点回家 我不回家 那如果我征集一下 各地皮蛋的吃法呢 那我们下班就跑